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Maker大豬 那緊接著就來到這個吃口味豬腳飯 那這家店在這裡是非常知名的店家 那這是這家店正名的樣子 我才剛來啊 老闆娘講說他快賣完耶 才11點半 不會吧 這個 這也太火紅了 那鏡頭我已經盡量慢慢轉了 你還是會頭暈了我就沒辦法了 好這個我已經盡量了 那這裡就寫著便當外賣 然後老闆娘感覺蠻和氣的 好那這個就是不一隻隻的腿褲還有中段 還有一點點吧老闆娘 這裡都人家訂了給你便當的面 要不然真的不好看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啊 好那我今天我就想要那個招牌飯 我知道你在面試嗎 就是那個190那個 那這邊就寫著吃口味豬腳飯 好這個 這個已經在切了齁 那個香味已經飄出來了 哎呀哈囉真的今天來的不是時候 哈哈哈哈 東西少之外它會很難看耶 不會啦 不是真的啊 要不然不是這樣子啊 我們每次禮拜五都是賣得很快啊 對 我懂啦還有那個給父母天壽這些齁 來這個再來 好那相當知名啦 所以這個要吃要儘速要快訂購 那牆上滿滿的就是很多 這個名人的照片 感覺跟這個老闆娘跟 政商名流的關係都蠻好的 好那家木表就在這邊 我點的那個招牌是190 好聲音真的是好到不行 好聲音真的是好到不行 好這難怪啊 這個便當包了很多 難怪賣很快 好本日的round 2 好現在就要開始吃 好本日的round 2 現在就開始吃了 肥滋滋肥滋滋 喔很香喔 餅玉喔 嗯 喔 我喜歡這個 這應該是 蹄膀肉吧 看一下 好這個是蹄膀沒有錯 肥滋滋肥滋滋 然後加上這個 喔會黏嘴巴的膠質 很香 嗯 入口即化 喔 有很多膠質啊 朋友啊 而且重點 店家還蠻親切的 這個我覺得蠻幸運的 之前有碰過幾家有名的住腳店 都很兇 我要拍是兇我 好這家不會 它這個味道是甜鹹甜鹹的味道 然後它 香料的味道不會很重 是 豬肉的 原本的味道比較多 好稍稍帶著甘甜味 朋友啊 你看看啊 這個皮啊 這個吃起來 你可以想像到多麼的爽 肥滋滋肥滋滋 然後加上這個膠質啊 朋友啊 你受得了嗎 朋友啊 像M嫂鴨 不 那個 像楊貴妃一樣 哈哈 肥滋滋肥滋滋 這邊有偷看到一點它的香料 是油啊還有姜 嗯 這個吃起來真的很過癮 因為我鋪在飯上會鋪不下 所以我就決定分開拍 然後等一下再把這個汁澆到飯上去吃 你可以想像這個肉飯合一的感覺 天人合一啊 你們喜歡聽我講誇張話 我講一點 但是 是發自我內 心內 內心心 肺脯之眼 這家豬腳是真的蠻好吃的 這樣多形容點 在裡面 明白這個豬肉的這個 果帶來的口感 蠻厲害的 熟一熟的厲害 其實從畫面上也可以看到這個肉真的是很厲害 很厲害 絕對不誇張 好吃 然後都有入味 甜鹹甜鹹的口感 從背景就可以聽到聲音多好 好 留點之後拌在飯上 好這個是 中段 一開店就快被搶光了 所以這個 真的是不錯 證明他真的是厲害 你看這個 這個皮啊 閃亮亮閃亮亮 我一口就吞了他 太好吃了 輕輕撕這個皮就撕開了 然後又很入味 又有膠質又有脂肪 又有這個脂肪香氣 然後又不會過鹹 真的是很讚啊 朋友啊 有沒有看到啊 朋友啊 好吃 好再次這個飯的部分 分開吃沒辦法 但你一起吃會很過癮 這個滷蛋感覺滷得很入味 很好吃 但這個豬腳部分吃起來真過癮 豬腳跟蹄膀 我覺得是滿分的 非常好吃 嗯 然後飯給的蠻多 然後配菜也蠻好吃的 很用心的店家 損失也沒有奇怪的意味 嗯 好吃 配上這個辣蘿蔔乾 有點辣辣的蠻開胃的 然後後面那個湯我就喝不下了 還有麗湯 然後加上這個吃這個 如果你跟剛剛那個肉一起吃起來 會覺得很好吃 因為白飯也會帶出這個肉的鮮甜味 這個辣蘿蔔乾蠻辣的 辣得很開胃 很清脆 這個蹄膀跟這個中段真的是很美味 然後會黏嘴巴那種味道 的口感啊 天鮮天鮮的口感 超好吃的 一定要來吃吃看 那個我來就祝你用餐一塊 好 雖然我已經吃了牛肉麵了 但是這個我還是客觀光 很好吃 飯我再慢慢吃完 掰掰